许许多多失败的人 都是好高无远 求好心切 最后失败了 文文荡荡学下去 他自然就成功了 不要着急 凡是急躁的 很短时间 效果就成了 你去看历史 说明不长 他来得快 他去得也快 什么个道理呢 没有那么厚的福 福报现前想掉就没有了 慢慢的 被炼成钢 古人将大器完成 在近代 硬光大师给我们做了好历史 硬光大师 什么时候出来 红发人知道他了 七十岁 七十岁已经没人知道了 你说 人家那个弟子多厚 不要说别的 单单讲他在葡萄山 藏经楼的楼主 就管大藏经的 在那里干了三十年 这个三十年 在大藏经库房里头 天天都进 他是个非常认真的人 你是这个底子的后 后继 破发了 又何况 人家在那个时代 二十几岁 古文的功底就很好了 他被人发现了 七十岁被人发现了 八十岁元吉 红发只有圣年 圣年 他老人家的影响 最近两百年当中 没有人超过他 发挥这么大的力量 这是什么道理 一点名利是没有 不求闻 这是现在一般 年轻人的毛病 要求如何 打造自己的殖民度 这个念头里头带着什么呢 他 成了傲慢 还有基督 都有这种心态在里头 这个不能怪他 无实界来的烦恼吸气 哪能没有呢 那么有的是佛菩萨再来的 不实佛菩萨再来的 肯定有这个吸气 这个吸气 就是 不实跟持戒 能对峙 后的一个忍辱 这三样东西对峙 把自己压下来 求真实的利益 真实的利益 是清净性 平等性 觉悟性 觉悟就开悟了 清净平等是定的 应接得定的 应定开会 会开之后 你自然成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